有趣的是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当中 有一场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辩论 理想主义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帝国主义者 他们宣称上帝引领着美国去统治这个世界 他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他们的政策 而现实主义者们则认为 这种疯狂的帝国主义行径将会分裂整个世界 由此可见 至少有两种对立的美国外交政策流派 但是却没有两种对立的美国经济政策流派 在美国 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学派 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所以讽刺的是 当中国学生被送到美国去学习经济学的时候 他们被灌输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他们被灌输 中国不可能以现有的方式发展 如果中国想要发展 那么就应该和美国一样 拥有一个富有的金融阶层来规划发展 中国必须把所有的公共事业私有化 把铁路卖给美国投资者 让美国人来接管你们的铁路 他们将会收取更高的价格 中国的增长将会是那1%富人的增长 中国需要通过让1%的人富起来 来实现经济增长 这就是美国大学 交给中国留学生们的内容 在冷战时期 苏联将共产主义理念 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来宣传 类似的事情 在今天的中美冲突之间 却看不到了 截止到目前 中国还没有提出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案 如果我们想让泰国 印度 伊朗 乃至俄罗斯 以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式 来加入欧亚的发展集群 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我们在中国的经济阐述当中 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这也是我在文明的抉择之中 想要表达的观点 中国需要阐述 他们所拥有的整体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把具有天然垄断性的行业收归国有 第一个就是金融行业 你不会希望中国的经济盈余 都以偿债的方式支付给金融阶层 应该由政府来做经济规划 应该由政府来利用这些盈余 以建造规划更多的基础设施 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需要把这些经验 都以类似新共产主义宣言 或者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方式做出归纳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都尚未完成这一理论归纳的过程 尽管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们 学成之后选择回国效力 他们说我们在美国的那些经济课程当中 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造轮子 自己摸索着应该怎么做 但是其实你们不需要什么都从头开始的 事实上整个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都主张与现在中国正在探索的变革相同的内容 你们真正需要学习的 是一门在美国已经不再被教授的课程 把那些不被美国人所讨论的传统经济思想 重新捡起来 如果中国能够把经济思想史 作为基础的经济学课程来教授的话 这将会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 都能够了解与利润相反的 所谓经济租的概念 租金不是利润 金融资本也不是工业资本 你们所需要的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 来阐释二者的区别 但是很显然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不允许这么做 在美国 只有一种经济学说有生存空间 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美国的学术界 不存在任何经济学理论相关的政策辩论 这类辩论只有在中国或者亚洲才有可能进行下去